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奇心在线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通过触摸屏的应用拓展至数据监控设计 来深入学习触摸屏的数据监控功能及应用 如画面中所示,这个就是触摸屏的数据监控应用 它是在输出分解单元的标准分解基础上增加了触摸屏监控系统 使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屏对输出分解单元进行监视和控制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触摸屏除了能准确地读取到各个料槽中的物料数量外 还可以实现库存数量调整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如何进行这些功能的设计和制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任务的控制要求 在输出分解单元的标准分解控制基础上 增加触摸屏的数据监控系统 控制要求如下 一,创建一个用户窗口 命名为数字化生产管理界面 画面中的内容如图一所示 二,在运行控制栏中 可以通过按钮控制设备的滤形和停止 并显示设备所处的状态 三,在物料数量监控栏中 可以读取到各个料槽中的物料数量和总的物料数量 四,在物料选择栏中 可以选择需要进行库存数量调整的物料类型 当按下确认后 可以在库存数量调整栏中 对该物料的数量进行加、减和清除等操作 好,接下来是工作任务的分析 那么,和赞杰克一样 我们先来分析触摸屏中涉及到的数据对象 那么,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画面是由背景图片、文字标题、指示灯、按钮 物料数量图取框 以及物料选择下拉框等组成的 接着,我们按一个来看 它需要与POC进行数据对接的有哪些 首先,在这个运行操作栏中 它有两个指示灯和两个按钮 是需要进行数据连接的 那么,对于标准分解控制的程序 因为,它只有一个绿色指示灯 所以,我们就将运行指示灯连接到Y7上 而停止指示灯,则与运行指示灯取返 触摸屏的启动,用M10来进行关联 而触摸屏的停止,则用M11来进行关联 接着,我们再来看物料数量监控栏 这里对应的数据就是 物料总数,金属物料数,白色物料数和黑色物料数 因为,这里要读取的是数值 所以,我们可以用技术器来进行关联 那么,对应的 金属物料数,我们用C200来进行关联 白色物料数用C201来进行关联 黑色物料数用C202进行关联 至于物料总数,我们则可以用金属数量加白色数量加黑色数量来进行获取 这样,这四个数值就可以读取了 接下来是库存数量调整栏 因为,这里左边的这个单前调整物料的数值 我们可以直接引用上边的内容 所以,它就不需要再进行数据关联了 因此,这个框里对应的就是 物料加一按钮,物料减一按钮和物料清零按钮 那么,我们同样用辅助继电器来进行关联 所以,它们分别就是M12、M13和M14 好,最后是这个物料选择栏 那么,当我们确定要调整某一个物料时 是不是就要改出相应的信号 所以,这里需要关联的就是金属调整标志 白色调整标志和黑色调整标志 那么,这里用的也是开关量 所以,我们还是用辅助继电器来进行关联 那么,对应的就是M15、M16和M17 好,这样,我们就知道 在冲锅屏中,需要关联的数据总共有12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主态画面的制作了 打开MCJSE主态环境后 先创建新工程 好,然后,我们先来添加实施数据库 点击乘储增加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这里需要用到的数据对象有12个 所以,我们将这里的增加个数改为12 然后,点击确认 这样,这12个数据对象就创建出来了 接着,我们对应需要关联的数据名称 来进行足够修改 比如,第一个是运行指示灯 我们在这里输入运行指示灯 然后,它对应的类型是开关量 所以,这里点选开关 接着,点击确定 这样,数据对象就修改好了 这里,其他的数据对象 也同样按照这个方法进行修改 那么,当所有的数据对象都修改完毕后 我们再来设置设备窗口 和上节课一样 我们先添加一个窗口副设备 然后,再添加一个30FX系列窗口 然后,我们双击窗口副设备 先对它进行设置 将这里的窗口改为COM2 数据位改为7位 交易方式改为偶交易 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 接着,我们再来设置这个纸设备 首先,是这边的设备通道 我们先将这里的设备通道全部删除 然后,添加对应的设备通道 那么,按照之前分析的关联数据 先添加一个Y输出寄存器 Y7 所以,这里的通道地址就要改为7 然后,点击确认 用同样的方法 再添加M10到M17 这8个辅助寄电器 最后,还有C200到C202 这三个计数器的值 这里要注意 选择的时候,要选择CN计数器值 并将数据类型改为32位5符号2进制 好,接着,我们再双击它们 将这些通道和对应的数据对象进行关联 当关联成功后 这里的连接变量就会出现对应的名称 这样,设备通道就建立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来设置它的通讯协议 将这里的是否教验改为求教验 好,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 这样,设备窗口就设置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制作用户窗口 先点击新建窗口 创建一个用户窗口 接着,我们点击窗口属性 将窗口名称和窗口标题 都改为数字化生产管理界面 然后点击确认 这样,用户窗口的重命名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双击进入动画阻担 根据工作任务的要求 进行阻担画面的制作 我们先来制作这四个操作栏的外边框 以便对画面的整体进行规划 通过点击工具箱中的圆角矩形和拖转 我们先在大致的位置上 画出四个边框 接着,是每个边框上的标题 我们点击工具箱中的标签 然后,在对应的位置 通过拖转,画出第一个站位框 接着,我们双击它 在它的文本内容里输入 逆行操作栏 这样,第一个外边框的基本结构 就制作完毕了 那么为了画面的统一 我们可以将这四个标签 复制出三个 然后,放在各个图框的对应位置上 接着,通过双击 修改它们各自对应的文本内容 修改完后 我们看到 右边的这两个站位框 是不是有点窄了 那么,我们来修改一下 先选中它们 然后,在软件的右下角这里 有一个表示 所选对象的尺寸数值 我们将它的长度改为150 这样是不是就合适了 好 接着,我们先来制作 律行操作栏里边的内容 首先,点击插入元件 选定对应的直值灯 接着,将它移动到大致的位置上 用鼠标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完成后 我们再将它复制一个 放在右侧对应的位置上 这样,两个直值灯就绘制出来了 接着是两个按钮 我们点击工具箱中的标准按钮 然后,拖在出一个合适的尺寸 接着,再复制出另外一个按钮 好 这样,列行操作栏中的内容就绘制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它不是很美光 所以,我们可以先来调整一下 首先,选中两个指示灯 然后,通过右下角 将它们改为宽100 高50 然后,选中两个按钮 将它们改为 宽100 高45 然后,还有外边宽 我们将它改为 宽260 高170 接着,我们再来调整它们的位置 我们看到 在尺寸数值的前边 还有一个位置坐标 它是以 所选对象的左上角的这个点 为参考点 标示这个对象的位置 我们将它改为 40 75 这样,这个外宽的位置就调整好了 接着,是指示灯 我们将左边的这个指示灯改为 60 110 将右边的这个指示灯改为 180 110 然后,还有按钮 我们将左边的这个按钮位置改为 60 180 右边的这个按钮改为 180 180 最后 还有一个文字标题栏 我们将它的大小改为 120 30 位置改为 70 60 好 这样一来 预行操作栏是不是就比较美观了 接着 我们将它们连接上对应的数据对象 首先是指示灯 在光连变量的同时 要记得修改它们的填充颜色 因为 这里都是光连的运行指示灯 所以 这个停止指示灯 要将它的分段点0 改为红色 分段点1 改为白色 然后是按钮 首先 修改它们对应的显示名称 接着是按钮的背景颜色 然后 还有 按一松灵的数据对象值操作 好 这样 运行操作栏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 我们先来制作 物料数量监控栏 在绘制之前 我们先来修改一下外边框的大小和位置 将外边框的大小改为420 120 然后 将它的位置改为340 125 接着 这里的文字标题也进行一下调整 将它的高度改为30 位置改为370 110 好 然后 我们来绘制里边的内容 在这个框里对应的是4个数据监控框和4个文字标签 那么 我们先来制作4个数据监控框 点击工具箱中的标签 先拖拽出一个站位框 然后 将它的大小改为 80 45 位置改为360 160 接着 我们再复制出三个相同的站位框 让它们的位置一次调整为 460 160 560 160 和660 和660 这样 就得到了4个排列整齐的数据监控框了 接着 我们再来绘制下边的文字标签 同样 点击标签 拖出一个站位框 接着 将它的大小改为 80 20 位置改为 360 215 然后 复制出三个相同的站位框 将它们的位置一次调整为 460 215 560 215 和660 215 好 这样 数据监控栏里的画面就绘制好了 接着 我们来进行属性设置和数据连接 先来修改文字标签 将它们依次改为 物料总数 金属物料 白色物料 和黑色物料 并将它们的底色和边框去除 好 接着 我们来修改数据监控框 首先是 第一个 我们先将属性设置里的显示输出 这个勾选 勾上 然后 进入到显示输出页面 那么 第一个是 物料总数 所以 它的表达式就是 金属物料素 加白色物料素 加黑色物料素 好 然后 在下边的输出值类型 我们改成对应的 数值量输出 然后 下边的输出格式 我们将辅点输出勾选去掉 改为实进制 这样 这个数据监控宽就设置完成了 接着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以此对金属物料素 白色物料素和黑色物料素 进行设置 好 这样 物料数量监控栏就制作完成了 接着是 库存数量调整栏 我们先将它的外边框大小改为 460 170 然后将它的位置改为 320 275 然后 将这里的标题高度改为30 并进行调整 好 接着 是里边的内容 那么 它其实是由 三个数据监控框和三个按钮组成的 那么 我们先来制作前面的数据显示框 我们可以复制 物料数量监控栏里的 三个物料素显示框 先将它们移动到下方 然后 双击进入金属物料数的显示框 在属性设置页面 将可见度勾选上 然后 进入可见度页面 在这里 将表达式改成对应的 金属调整标志位 这样 当金属调整标志位 得定时 这个框才会显示 好 我们点击确认 然后 用同样的方法 将后边的两个显示框的可见度 也进行对应的修改 修改完毕后 我们将它们的位置都统一改为 340 和340 好 这样 它们就合成一个框了 并且 会在对应的条件下 才显示相应的内容 接着是三个按钮 我们先从工具箱中 画出一个按钮 然后 将它的大小改为 100 45 接着 复制出另外两个 然后 将它们的位置 依次修改为 440 340 550 340 以及 660 340 这样 这个窗口的排铺就完成了 接着 我们双击它们 进行对应内容的修改 分别是 物料加一 物料减一 以及 物料清零 好 这样 库存数量调整栏 也就制作完成了 接着 还有一个 物料选择栏 那么 我们先将它的外边框 大小改为 260 170 然后 将它的位置改为 40 275 接着 同样 先将这个标题的大小改为 120 30 然后 调整一下位置 这样 这个宽就好了 接着 我们来制作下拉框 先点击工具箱中的组合框 通过拖转 将它放置在画面中 然后 将它的大小改为 180 100 位置改为 80 300 好 然后 双击它进行设置 首先 在选型设置中 我们依次输入 金属物料 白色物料 和黑色物料 这样 下拉框中就有了三个选项了 然后 我们回到基本属性页面 那么 这里 我们是不是要读取到它 所选的内容 但是 因为之前 我们没有创建这个数据对象 所以 我们先点击确认 然后 返回工作台 到实时数据库 新增一个数据对象 我们将它命名为 续号 类型改为 数值型 好 然后 我们回到动画主探 然后 将刚刚新建的数据对象 与这个下拉框的ID号关联 进行连接 这样一栏 当我们选择下拉内容时 这个序号就会显示对应的序号了 我们点击确认 接着 这里还有一个按钮 那么 我们先通过工具箱 拖拽出一个按钮 然后 将它的大小改为 145 位置改为 120 395 好 然后 我们双击 先将它的名称改为 确认按钮 接着 这里我们进入到脚本程序页面 使用按下脚本 将这里对应的调整标志位 进行输出 那么首先就是 1 句号等于0 然 金属调整标志位等于1 另外 这里还要将白色和黑色调整标志位 进行复位 反指重复 所以 还要写上 白色调整标志位等于0 黑色调整标志位等于0 好 这样 金属物料的调整选择就好了 然后 我们还要写上 n的一幅 表示这个脚本告一段落 接着 我们再按照这个思路 将序号等于1 和序号等于20的脚本 编写完毕 好 这样 脚本就编写完成了 我们点击确认 这样 物料选择栏就制作好了 接着 是文字标题 拖拽头一个标签 将它的大小改为 420 100 位置改为 340 10 然后双击 将文本内容改为 数字化生产管理界面 字体改为 嗨体 初体 1号 然后 将填充颜色改为 没有填充 边线改为 没有边线 好 点击确认 这样 这个文字标题也就好了 最后 还有一张背景图片 我们将它绘制出来 然后 通过右击 排列 将它放置在最后面 这里 我们还要将它们的背景 填充颜色进行修改 我们将标题的 填充颜色 取为背景图的颜色 将宽量的颜色改为 没有填充 将数值显示框 改为白色 好 这样 触摸屏的主体画面 就制作完毕了 我们将它 塞载到触摸屏中 接下来 我们打开已经修改好的POC程序 来看一下修改的情况 首先是 启动和停止 加入了冲摸屏的按钮信号 也就是 这里的M10和M11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物料数量的技术程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程序是依靠 对应器杆的生出线位 来进行技术的 比如 这个金属物料 当对应的1号器杆 生出到位后 就驱动一次 C200的动作 进行一次技术 然后 下面的这个M20和M21 是加1和减1的中短信号 当我们的冲摸屏中 选定金属调整标志位后 它才会对 C200的金属物料数量 进行加技术或减技术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20和M21是如何来的 我们看到 当M12这个冲摸屏中的 加1按钮信号出现时 它会先将技术器对应的 特殊辅助计定器进行复位 也就是 将C200到C202 这三个技术器 改为 增技术 然后 同时改出一个 M20这个加1信号 同样 冲摸屏的加1信号 就可以被POC进行读取了 然后 下面的这个气缸生出时的符号 复位 它在气缸生出线位 获得信号之前 将技术器改为了 增技术 从而 实现了气缸推料时的 物料累积功能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减技术的程序 这里 我们看到 当冲摸屏的减1按钮信号 M13得电时 这三个特殊辅助计定器 将会被制约 从而 将技术器变更为 减技术的方式 然后 同时改出 M21这个减1信号 这样 当冲摸屏按下 减1按钮时 POC就可以正确执行了 好 最后是 物料清零按钮 那么 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选中的物料标志位 得电时 按下冲摸屏上的 清零按钮后 就可以将对应的 技术器质清零了 好 这样 POC上的程序 也就满足工作任务的 控制要求了 那么 在程序编写完成后 别忘了 还要设定 对应的通讯协议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调试的情况 按下 按下冲摸屏上的 启动按钮 运行值 灯点亮 系统开始运行 放入一个 黑色物料 输送带 启动运行 当气缸 将物料推入 三号料槽时 触摸屏上的 黑色物料数 就由0 变成了1 接着 放入一个 白色物料 同样 当气缸 将物料 推入料槽时 触摸屏上的 白色物料数 也由0 变成了1 再放入一个 金属物料 同样 当气缸 将物料 推入料槽时 触摸屏上的 金属物料数 也由0 变成了1 好 自动技术功能正常 接着 我们来试一下 手动调节 我们先选择 白色物料 点击确认按钮后 可以看到 在调整栏中 出现了对应的 物料数量监控宽 然后 我们点击 物料加1 此时 白色物料 就变成了2 再点击 物料加1 数据继续增加 由2变为3 那么也就是说 物料加1 按钮的功能 可以正常操作 接着 我们来看 物料 减技术 点击 物料减1 此时 白色物料数 由3 变为2 这说明 物料减1 按钮 也可以正常操作 好 那么现在 我们放入 白色物料 能不能正常技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放入白色物料 当对应 气缸生疏后 白色物料数 有效 变为3 也就是说 手动调整后 不会影响到 后面的正常技术 最后 我们再来按下 物料清零 此时 白色物料数 变为了0 这说明 物料清零按钮 也可以进行正常的操作 好 这样一来 这个工作任务中的 所有控制要求 我们就都实现了 那么 本节课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 好奇心在线教育平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